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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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开始部分地区就会有雾霾天气出现了 今天夜间 水阳大连 安山 辅顺 本西 锦州 复兴 辽阳 朝阳 盘景 以及葫芦岛地区 会有轻度到中度霾 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明天咱们辽宁各地的温度会开始小幅度的下降 下周一降温会更加的明显 尤其是下周一的晚上 到下周二的早上这一段时间 大部位地区的最低温度都会降到零下的20度以下 而到周二的时候 咱们辽宁大部位地区白天的最高温度 也将会降到零下的10度以下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阳的天气 今天水阳是晴转多云 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相比 昨天白天要上升4度左右 最高温度将会达到零上2度 那预计明天早上最低温度将会是零下16度 东南风2到3级 明天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 那明天呢 水阳的最高温度将会是零下2度 后天最高温度将会降到零下6度 那现在水阳的室外温度刚才说了零下15度 室外的PM5指数是32维克美丽方米空气质量优 今天的日出时间是7点12分 日落时间是4点21分 那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维从 好的到了年终岁尾啊 大家都很忙忙着总结工作 忙着研究怎么跨年和谁跨年 所以呢这天气情况怎么样 大家确实很关心 在这温馨的提示一句啊 天真的还是挺冷的 棉袄手套围巾 您都往身上穿戴着吧 因为咱们即将迎来的是跨年寒潮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 从28号夜间到29号 我省将出现寒潮大风天气 各地气温下降8到12摄氏度 局部下降12到14摄氏度 并搬有5到6级的偏北大风 海区阵风可达9到10级 12月29号到明年1月3号 各地气温会持续偏低 东西部山区最低气温 为零下28到零下26摄氏度 将达今年入冬以来新低 30号 我省将进入气象意义上的隆冬 较长年早两天 随后 全省大部分地区将迎2012年以来 最冷新年 另据气象部门统计 自11月20号以来 沈阳 安山 福顺 本西 锦州 复兴 辽阳 铁岭 盘景地区连续35天无明显降水 预计7年前大部地区仍无明显降水 中北部地区无降水时段将达到2009年以来最长 本台报道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 12月25日下午 大连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55次新闻发布会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 以及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 向外界通报了大连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 截至12月24号24时 大连市新增7例确诊病例 其中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1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军医转运至省集中救治大连中心隔离治疗 正在对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全力排查 并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目前全市累计报告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 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 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0例 截至到目前 全市大面积核酸检测采样 475.65万人次 检测313.1万人次 金浦新区多次采样297.4万人次 检测246.9万人次 金浦新区五个街道封闭管控区内 采样30万人次 除金浦新区封闭管控区外 其他地区检测出的结果均为阴性 针对12月25号当天出现确诊病例 集中在金座商杀的实际情况 大连市加大了对金座商杀的管控力度 坚决阻断疫情燃点 我私第一时间成立金座商杀 油调溯源专班 充分发挥三宫叠加的作用 加强流氓病学调查 环境采样核酸检测和基因测序 开展重点人体摸牌和集中管控 尽快查清传播链条 控制疫情传播蔓延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目前大连全市培训机构 线下教学活动已全部暂停 截至12月25号下午 各区市县中小学幼儿园和大连市教育局 所属38所高中阶段学校 全部按属地要求完成核酸检测 即将于今天开始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大连全市共设立了7个考区 在金浦新区5个街道封闭区域的考生 将启动备用隔离考点 大连市将在荆州城区 设5个符合防疫要求的酒店 作为考生单独隔离酒店 每个考生一间 考试期间实行点对点闭环管理 封闭区域内的考生参加考试 需于考前7天内接受3次核酸检测 经测温合格方可进入考点 沈阳市卫健委25号在官网通报 沈阳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是韩国反省人员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尹某某的密切接触者 郑某某 郑某某女16岁学生 沈阳市韩国反省人员 确诊病例尹某某的外孙女 郑某某作为尹某某的密切接触者 于12月22号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 12月24号 沈阳市疾控中心再次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 立即启动转运程序 将患者转入市第六人民医院 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治疗 目前经专家组会诊诊断 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截至目前 共排查密切接触者278人 立即转入隔离点 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并进行核酸检测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为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沈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 对全市文化娱乐场所进行了检查 在市内一家酒店 检查人员详细检查了演出备案 及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按照相关要求 酒店工作人员提供了演出审批单 以及相关演职人员的身份登记测文表 我们智能的一个测试温度的提温的 怎么测 帮我测一下 制度测的吗 你往前载一下 如果您不戴口罩的话 他会提示您不戴口罩 就是不戴口罩你进不来 这个就是我们六必须六到位 要求的就是戴口罩 西部一项测外筹码登记 加上通风防控里边六项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位于 市阳十三尾路上的一家酒吧 进行检查 疫情防控啊 对对对 市阳传达到位 对 好 那你现在知道 你的上车率是多少 上车率应该 过得在75%以下 对 75%以下 一定要限定这个额 OK OK 不能超过啊 今天我们对 市阳市的50家星期酒店 进行了地毯式的疫情检查 重点是检查对酒店的防疫情况 比如说测温啊 扫码啊 身份证登记啊 等等一些指南的要求 进行检查 昨天下午 北京市召开的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韩亚航空 一名无症状感染者的具体情况 24号的凌晨 朝阳区麦子店 接到其辖区内物业报告 称其收到楼宇内 韩亚公司通报 该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 22号返回韩国以后 核酸检测呈阳性 朝阳区迅速对接上级 外事和疾控等部门 与韩国方面核实情况 自接报以后 朝阳区立即开展了相关工作 初步排查密切接触者43人 并对该无症状感染者 所在大厦及居住的住所 相关人员和场所 按照防疫的要求 进行管控和消毒处理 同时全面进行环境检测 采集环境样本1255件 结果均为阴性 另外对无症状感染者的 工作和居住场所的工作人员 开展了核酸检测 目前共计采样4,345人 已经检测出结果 1,684人均为阴性 12月25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陈贝介绍 在减少人员聚集方面 从严审批大型文体活动 原则上不举办各类庙会 体育赛事等大型聚集性活动 却须举办的要在审重评估的基础上 从严审批 严格控制聚集性活动 倡导 线上团拜 压减线下年会 茶话会 联欢会 游园会 等节日活动场次和规模 各类商业机构 不举办线下大型聚集性展销促销活动 各类演艺机构 要控制商业演出活动 落实谁主办 谁负责要求 落实公园景区限流措施 公园景区坚持限量 预约错峰要求 引导市民群众 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和时段 实现措施错峰出行 宗教场所要压减 进乡祈福等活动 确保安全有序 严格文化娱乐场所流量管控 按75%限流 开放演出场所 娱乐场所 网吧 电影院 各级图书馆 博物馆 美术馆 等室内公共场所 并按照防控指引 落实做好接待服务 落实分时段 预约限流 外围疏导 热力提示等相关措施 因地质疑 控制顺时流量 防止人员拥挤 加强商超餐饮场所 客流疏导 商场超市批发市场 餐饮机构等经营场所 严格落实 节日疫情防控要求 根据人流量 适时采取限流措施 做好有序排队和厂内外游客疏导 防止扎堆聚集 加强对冷链食品 进口货物仓储运输 经营场所 风险控制 严格落实人员进出管理 和防疫措施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公园湖面上演惊喜一幕 男子横穿冰面 结果落水了 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豆芽菜也能当主角了 河南商丘的王先生 在豆芽生产厂工作 每天跟豆芽打交道 他看到豆芽的艺术前置了 豆芽能摆出有剧情的动画 在他的手中 豆芽化身为有生命的画笔 豆芽动画就这样诞生了 以前他是只能摆静态的图片 现在都可以拼出动画片了 王先生说 只要用心就能发现生活中的美 大部分的时候做配菜的豆芽 你看也有这么惊艳的时候 前几天 重庆九龙坡88岁的李老婆 离家出走了 这个李老伯半度还被民警发现了 李老伯就气愤的吐槽 说我这个老伴 30年来一直拿着我的工资卡 自己都没见着过 更别提消费了 所以就离家出走了 老人回家之后 民警还专程对李老伯 两口子进行了一次调解 老伴说 这个老伯的钱每个月都存起来 你看我是用自己的工资 来支付生活开销的 这钱存得好好的 我也没有乱花呀 并且还给李老伯看了 明细 问题说开了 老两口也就冰释前嫌了 老伴继续管钱 因为疫情肆虐 很多背井离乡的英国人 没有办法回家过节了 英国一家公司趁机就推出了 来自家乡的灌装空气 供海外游子 一解相思之苦 目前该公司出售的 瓶装空气有四款 分别为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口味 每瓶售价 折合219元人民币 那请问这四种口味 有啥不一样 核酸检测七次 血清检测七次 连续住酒店超过100天 这是十个月来 昆明公交驾驶员 王旭东的经历 他是昆明公交防疫应急 保障车队的驾驶员 不停地奔波在机场 集中隔离酒店之间 已经转运过入境的游客 2000多人次了 先后被隔离三次 致敬平凡的英雄 为生命保驾护航的 还有辛苦的警察叔叔 12月22号 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铁锡大队的民警 分别在上下午 接到了两起 断止伤者的求助电话 情况紧急 铁锡交警 立即开启了护航模式 为伤者搭起了生命通道 12月22号上午9点左右 铁锡大队民警张海洋 正在铁锡区 景兴北街小北一路直勤 这时 首台传达了救助指令 一名女子被绞肉机 绞断了四根手指 需要紧急送医救治 听到指令 张海洋立即赶往现场支援 等到出车 我们直接就白手 我就直接开启景灯 走那个宝宫北一沿线 吊色开启了绿色通道 全程 就是 最快的速度 到达救治医院 看到景灯闪烁 路上的车辆都纷纷避让 加上吊度室控制的一路绿灯 本应该25分钟的车程 仅用了9分钟 就赶到了八院 伤者也得到了及时救治 无独有偶 下午三点左右 铁锡大队三中队民警 令强接到指挥中心指令 又有一名伤者 断了一根手指 需要紧急送医救治 以前以后在引导他 走的是阿尔环桥上 在中空街骑马路下来以后 咱们右转 通过藏空街骑马路 和轻空街骑马路 最后在马赵街骑马路 咱们右转 就到达了赶阳八院 交警一前一后的护航 加上全程的滤波信号 本来半小时左右的路程 仅用17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 伤者也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在这要谢谢警察叔叔 同时呢也提醒各位 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冬天 但是这两天呢 感觉气温一直在波动 冰面也是这样 一会儿冻上 一会儿化掉 没冻石 就在12月23号 沈阳鲁迅公园的湖面上 上演了惊心的一幕 一名男子横穿冰面 结果落水了 幸好遇到了好心人 保住了性命 昨天上午记者赶到了事发地点 因为气温升高 湖面一半是水 一半是冰 回忆起当时的一幕 参与救人的乔二军 还记忆犹新 8点半多吧 那也是从这边走过来 冰那边走 然后我一直走走 我就瞅着 对块瞅着他 瞅着他要走走 然后他就到前面来 我先瞅着他 压下去了 然后我就跟对面跑过来 跑过来 我先走 跑到当家吧 那冰开裂了 走的比较慢了 然后再走 就趴着走 今年31岁的乔二军 是法库人 事发当天 他在沈阳鲁迅公园附近 找灵活 看到有人掉进水里了 他二话没说 边往湖面方向跑救人 边打电话报警 但是当天 冰面并没有动时 在乔二军前面 已经有一位救人的老人 不敢动他了 乔二军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此时 岸边的人也出手了 在乔二军身后 递过来一条绳子 也就是这条绳子 让落水者有了依靠 直到消防队员赶到 向南来他也过不去 他把游泳圈 撇着过去 离那点南一点 反正不清楚 背后我拽回来了 到他重撇 我又撇着一下 撇着一下就套到他脑袋上了 他脏的战略有点劲 我тор著那绳 我就扒到跟前去了 然后把那个兵 就是砸毡了 砸在他空裡面大一点 然后给他套到山上 套上我退回来 然后我就喊大声 回撰 在乔二军及另一位路人和消防员的共同努力下 落水男子终于从冰水中被营救上岸 而此时 乔二军和落水者一样浑身湿透了 所幸的是 落水者并没有大碍 而乔二军空手砸兵 手上多出了几个伤口 像这种救人的事情 乔二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在浑河岸边就有过一次 当时是一个老人带着孩子 孩子不小心掉进水里了 好在距离岸边不远 水不深 又发现得及时 孩子被他捞了上来 虽然两次下水救人 但是他并不会游泳 我没想到 要想到我不游泳的话 基本就不能下去 因为我没合计 毕竟是一个人 年轻的时候 我的岁数不大 能多大呀 大概有三十五六岁 岁数不能大 但是说 你毕竟一人掉泥了 你不救他的话 他不救完了 第一时间记者孙军 同浩报道 近年来 随着短视频的日益火爆 通过短视频平台进行网络直播带货 成为热潮了 这背后也隐藏着一些法律问题和矛盾纠纷 近日 山东临沪市蓝山区人民法院 就审结了一起关于直播账号引起的矛盾纠纷案件 早在2019年年初 赵某和江某相识为恋人关系 并在某平台共同注册账号 开始直播带货 2020年5月份 两人分手后 女方将账号密码更改 导致南方提起诉讼 要求返还使用该账号 法院审理认为 网络产品具有财产价值属性 应当依法受到法律保护 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此案件进行了宣判 经过审理 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同时法官表示 网络产品也不是单纯的娱乐软件 具有商业价值属性 个人要在直播平台中 注意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温古之心回顾2020年 宇文生活的流行印记 今天来说 萨爽英姿的萨字 屡次违反防疫安全规定 英国最大检测实验室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昨天上午 沈阳浑南大道快速路隧道正式通车 今年9月底 浑南大道快速路桥梁段全线通车 这次隧道通车之后 沈阳二环功能性难移基本实现 浑南大道快速路隧道一共分两段 东段起点位于青年大街 中至复民街 隧道全长1650米 西段隧道起点位于彩霞街 中到青年大街 隧道全长1025米 两段隧道跨青年大街采用钢箱梁桥梁连通 两段隧道都是机动车双向六车道 分两个隧道洞 每洞三条同向车道 是目前东北最宽的快速路隧道 东西两段隧道正式通车 意味着全长10.7公里的浑南大道快速路实现全线贯通 作为二环功能性难移中 重要一环的浑南大道快速路 从建筑大学到胜利大街浑南大道路口 可一路上高架 穿隧道 无需再等信号灯 现在是从西起胜利大街东到文汇街 全长是10.7公里 原先的通行时间大约是40分钟左右 建成后通行时间不超过10分钟 有力地提升了快速通行能力 同时两段隧道与沈阳最重要的城市主干道青年大街实现互通 实现往来车辆与青年大街无信号 无障碍交通的快速转换 记者王子焦 韩旭报道 好 接下来了解省内新闻 走进百秒辽宁 12月24号 一架彩绘的南航波音7878型飞机 抵达瀕阳桃兴国际机场 支持南航B787飞机首次抵审执行国内航班 未来波音7878型飞机将在瀕阳至广州航线上运营 12月25号 辽宁省冬季旅旅游活动 即辅顺市餐鲜谷冰雪江连华活动 在辅顺新边满族自治县启目 活动深度融合当地厚重的满族文化 打造白雪 木屋 雾松 冰铺的冰雪秘境 让游客在唱玩冰雪的同时 深切感受满乡的冬日魅力 近日2021辽宁省冬季旅游启动仪式 即葫芦岛龙岗第四届冰雪文化节 在葫芦古镇启动 本届冰雪文化节在以往活动基础上 增加了龙岗新春灯会 全民冰雪运动等内容 带给各地游客浓浓的关东民俗风情 2020年丹东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 日前开赛 来自全市的各职业学校学生代表同台竞技 比赛项目包括加工制造类 交通运输类 旅游服务类 医药卫生类等四大类九小项 展示出中职学校学生精神风貌和职业技能水平 北京时间7点钟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 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沉默 好的 19的第六天上一波冷空气对于咱们辽尼的影响 刚刚结束 今天各地又要开始升温了 今天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会回升到零度以上 这个周末还可以说是算是未来半个月里最温暖的周末了 那接下来的2939天很难再见到这样零度以上的温度 而且温度将会降到非常的低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预计今天的全省都会是多云的天气 只有朝阳是晴天 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像大连 安山 营口 辽阳 盘景 葫芦岛地区 都会在零上的三度到六度之间 其他地区最高温度在零下一度到零上二度之间 那今天晚上到像沈阳 大连 安山 辅顺 本西 锦州复兴 辽阳 朝阳 盘景 葫芦岛地区 是有轻度到中度埋的 其他地区多云 那今晚到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 沈阳 辅顺地区零下17度到零下13度 大连 安山 丹东 辽阳地区零下5度到零度 其他地区零下12度到零下7度 大部分地区今天会转向刮南风或者西南风 像大连今天的风力会达到4到5级 水阳 丹东 铁岭的风力将会是2到3级 其他地区会集中在3到4级 明天的各地温度会开始下降 那下周一直到周末 咱们辽宁各地都会非常的冷 最低温度大部分地区都会降到零下的20度左右 一起来看一看机型观察员 箭头下冬日的辽宁 先来看一看张武 清晨呢 太阳被大雾笼罩 直被披上了银桩 七线观察员王宗彪迎着陈雾驶向了101国道 道路上呢 车辆都打开了双闪缓慢的行驶 这雾呢 一开始是淡淡的 后来变得越来越浓 泥漫的空气中能见度不足百米 看着眼前的景象啊 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寒冷呢 在草木窟节打底冰封的冬季 红果呢 成为了小鸟觅食的首选 两只太平鸟同时选中了一束红果 一只比较厉害的鸟呢 就站在红果上想独享美食 而另一只鸟呢 也是不甘示弱 抢不着好位置 就在飞行过程当中来抢这个红果 那我们的气象观察员苗世杰呢 就在两只小鸟抢夺红果的瞬间 定格了这动人的画面 我们再来看一看 气象观察员孔令云拍摄的照片 冬季里的北漂白石水库 已经被厚厚的冰层覆盖了 由于冰面运动的挤压 形成了一条突兀的破碎冰带 这些俏丽的冰块呢 形状各异远远看得去 真的是很壮观 黎明时刻太阳头射出的光线 给远山披上了绚丽的色彩 远山 风车 冰带 构成了一副难得的东景图 那清晨啊 总是一天当中温度最低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能打开窗户 呼吸一口清新凉爽的空气的话 整个人立马就会惊认起来 那真是昨天霸鱼圈的早上 伴随着一抹红霞 太阳渐渐地露头 当太阳越出山岗 让红了天气 给大地带来了光明温暖和希望 只见天空中的续壮云啊 宛如一只大凤凰 翩翩起舞 迎着朝阳 震翅高飞 那今天呢 刚才说了 全省都会升温 今天呢 沈阳是晴转多云的天气 最高温度零上二度 今天晚上呢 明天早上最低温度将会是零下16度 东南风二到三级 今天呢 要比昨天白天暖很多 但是明天又要降温了 预计明天水阳多云 零下二度到零下十四度 现在的室外温度呢 就有零下十五度 这个时段的温度 比昨天同一时段的温度 要下降了七到八度 虽然说出门的时候呢 还是要多穿的 室外的PM5指数是 32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 优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充满变动和挑战的一年 新冠病毒全球肆虐 国际局势风云变化 有巨星陨落 有后浪兴起 那这样的一年 我们的语文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涌现出什么样新鲜的语词呢 今天开始让我们回顾 2020年语文生活的流行印记 今天就来说一个萨字 萨字的流行与抗议前线的女同志密不可分 她们的果异坚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国不让须眉再次被实践证实 萨本指风声 处词九歌 风萨萨兮目萧萨 萨萨就是风声 萧萨是风吹树木发出的声音 萨是个行声字 力是声符 只是因为语音的古今演变 力声与萨声读起来相差比较圆 但如果我们将其和拉字比较一下 还是能够得到一些线索的 虽然古今对美女的评判标准不同 但我们往往能在古籍中 找到今天流行元素的影子 比如说春秋时期 齐国国君喜欢宫中女子穿男装 用今天的话说 喜欢中性美 因为国君喜欢 这种装扮在国内就流行起来了 但齐国国君不希望全国的女性都如此 于是下令 凡进宫外面女性穿男装的 要由官吏当场把衣服剪碎 即使禁令森严 这种装扮仍然在国内流行 最终在燕子的建议下 进宫中的女子也不穿男装了 全国的风气才逐渐改变 萨是一种气质 是自带气场的 并不是女子穿上了男装 就有了萨的气质 萨是形势与内容的统一 如果要找一位具备这种气场的女性 富豪应该排名第一 富豪是伤亡武丁的妻子 她本人曾率军战斗 我们看这片甲骨 这是一段占卜材料 不问富豪去攻打土方 会不会受到保佑 富豪的战功 不仅有文字记录 还有实物证据呢 你看这件青铜月 其中一面是双虎十人的立体图案 另一面呢 是富豪两个字的名文 虽然富豪没有画像流传下来 但后人为富豪设计的形象 都可以用萨来形容 我们看这句富豪雕塑 富豪是身披铠甲 右手执月 女将军气场十足 其实真正的萨与服饰无关 凡能执干戈以为设计 即能够保国为民的女性 都可以用萨来形容 萨本是风生 而春风和秋风又大不同 女性在对待亲友时 如春风拂面 进展其温柔贤惠一面 在对待病毒时 如秋风扫落叶 毫不留情 用萨字来形容 在抗疫过程中 做出贡献的女性 再适合不过了 最后我们向在抗疫战斗中 留下萨爽英姿的女同胞致敬 提到盗梦空间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在我和我的家乡中 这个盗梦空间美丽的景色 和巨幅的道田画 让人是印象深刻 但是说到盗梦空间呢 不少人都觉得 应该是夏季才去 是好看的 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为了让大家在冬季 也能够感受到 盗梦空间的别样精彩 依托盗梦空间建立的盗梦小镇 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 这里又有怎样的景色呢 我现在是在盗梦小镇的 盗田冰场上 在我身后能够看到 有一条非常壮观的巨龙 而这条巨龙呢 是由稻草扎成的 上面隐约呢 缠着很多的灯线 这条龙到晚上看起来 会更加的美丽和壮观 而在这条龙的后面 能够看到是整片的冰川景观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呢 感觉这个景观 有些像是中乳石 每一个独立的冰川景观呢 都很有特点 而且非常的壮观 走进冰川景观内部呢 感觉就像走进了仙境一般 你看那个家家户户 有时候就是冬天小时候 大家那个房前会有那种冰流 或者是大家都会去想要 拿它起来看着挺好看的 然后就会想说 我们能不能说做一种尝试 我们可能用这个 人工搭成这种铁架的这个形状 然后这个让这个自然去 像冬天温度比较低 让它自然去形成一些 什么的形状 张婉婷告诉记者 这些冰川景观是工作人员 事先用铁架子搭好造型 下面浮椅树枝和甘草等 然后在晚上用水不断浇灌 借助大自然的风力和低温形成的 可以说这些造型 基本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除了冰川景观外 盗梦小镇还为游客准备了雪圈 冰上摩托 老式冰车等冰上游戏项目 还有带有独特风格的民宿 供游客住宿 让游客感受到不一样的稻田文化 记者杜鸿林 刘超报道 好 下面进入周末生活秀 秀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小观众薛若晴 在班级作文比赛中 获得了第一名 这与她平时喜欢读书呢 是分不开的 下课的时候 学校的书吧总有她的身影 加油 爱看书的小姑娘 观众大美和两位姐妹 在同一间办公室相处了四年了 虽然期间由于生娃戒调 总是聚少力多 但是感情一直在升温 默契一直在增加 工作原因 他们分别在即了 愿他们三个人 六个娃健康成长 他们三个人心想事成 愿未来一切可期 可遇可求 观众李彦华上周日 参加了跑团年会 伙伴们再歌再舞 各显其能 大家玩得非常开心 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 而结缘的一群人 一起跑过了五个春秋了 大家彼此珍惜 感恩遇见 期待下一个五年 十年 时光不老 我们不散 观众孙飞的儿子 正在中国医科大学就读 快过生日了 儿子一句 儿的生日 娘的苦日 让妈妈泪目了 妈妈的生活 因为你而精彩 也更因为你而幸福 祝你生日快乐 愿你紧记 穿上白大挂石的誓言 不负韶华 无愧于医生 这份神圣的旨意 照片定格精彩瞬间 视频记录日常幸福 欢迎您参与周末生活秀 您可以关注第一时间的公众号 发送生活秀加图片 和你想说的话 也可以发送生活秀到邮箱 期待您的参与 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 双阳区法院 对319特大盗窃 黄金珠宝案宣判 王某某被判有期徒刑 11年6个月 被处罚金1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 王某某的父亲 多次盗窃金店 被判无期 正在服刑 警控显示 今年3月19号 一名腿部残疾的男子 切割开商场的卷连门 潜入珠宝店 盗走120多万元金食品 仅仅过去60个小时 3月21号 这名男子被抓获 当场起货全部脏物 警方表示 男子的父亲 也因为多次盗窃金店 被判无期 正在服刑 而他不但没吸取父亲的教训 反而自学电械汗切割 且作案时还伪装成驼背 右腿残疾的老年人 无论你怎么伪装 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22号 这起案件在长春市双阳区法院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 王某某进入商场内的 宇泰珠宝店金库后 用抽屉里发现的钥匙 打开了保险柜 将贵内346件黄金 及18K金饰品盗走 经鉴定价值1224579元 王某某被判有期徒刑 11年6个月 并罚金10万元 车上路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经常能够看到路上有各种锥形桶 或者是一些辅助的交通设施 那么这些设施 司机是否可以随意地挪动呢 挪动之后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是2020年12月18号早上 在成都二环路南三段发生的事情 当时由于该路段车流量较大 交警一分局民警就在主路和府路的交接处 设置了锥形桶分流 但是却发现 有司机擅似挪动锥形桶 导致不少车辆跟随进入管制车道 经调查 民警找到了这名驾驶员 并传唤他到交警队 据司机介绍 他是一名出租车驾驶员 当时接到一名乘客 要到成都环球中心 由于当时是上班高峰期 再加上自己心情烦躁 所以移动了路上的锥形桶 交警表示 路面上的锥形桶 指示标志等交通辅助设施 都是具有法律效力 擅自移动都是属于违法行为 我们按照道法规定 也将给予相应的处罚 那么他们即将面 他们或将面临的是 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罚款1000元 真的不像啥原因 反正我那天是老口打铁 也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严重 所以通过这次教训 我是能认识到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很严重 再也不犯同样的事情了 浏览国内外大事 百秒天下带您梳理 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教育部表示 目前在用的全国各级学历 教育教材已经19万种 其中基础教育类教材 近1万种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 职业教材近8万种 高等教育类教材近10万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制定的 关于依法常治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 指导意见24号公布 意见提出 依法严厉打击 以实用或者其他目的 非法购买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 坚决隔除滥食野生动物的漏袭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表示 2020年中国新增5G基站58万个 年初定下所有地势都有5G覆盖的目标已实现 工信部同时表示 将于明年1月起 着力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在使用互联网等智能技术时遇到的困难 首批将优先推动8大类115家网站 6大类43个APP进行试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其中包括腾讯新闻 新浪微博等新闻资讯类产品 也有微信QQ等社交通讯工具 还有淘宝 京东 抖音 百度等生活购物类产品 近日由于英国出现传染力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 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限制 来自英国的人员入境 在英国通往法国的边境头岸多佛港 大量卡车滞留多日 从23号开始 一些卡车终于可以通过港口 24号 法国继续开放部分边境 英法之间交通开始缓慢恢复 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并且结果成阴性的司机 才可以得到放行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屡次违反防疫安全规定 英国最大检测实验室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外疫情方面的消息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24号的报道 英国最大的检测实验室 米尔顿凯恩斯登塔实验室 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 此前有员工称 该实验室屡次出现了违反防疫安全规定的情况 据报道 该实验室的四个科学团队中 有三个团队内出现新冠病毒阳性病例 行政和仓储部门也报告了感染病例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受到影响 但一个70人的实验室小组中 约有20人正在隔离 报道称 疫情给这一实验室带来很大压力 由于检测需求不断增加 实验室每天需要进行7万份样本的检测 有工作人员说 为达成工作指标 该实验室以多次违反防疫安全规定 据报道 实验室应执行保证工作人员 社交距离的相关机制 然而在人手短缺的实验室里 这一机制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此外 工作人员还在不同团队 及不同场所之间移动 这些都加剧了交叉感染的风险 英国卫生部门发言人表示 已获知该实验室发生疫情一事 不过坚称 没有违反防疫安全规定的情况出现 眼下除了多国出现变异新冠病毒 还有更多的国家出现了变异病毒的病例 根据德国巴登福德堡州卫生部 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消息 该州证实了出现德国首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确诊患者为一名12月20号 从英国经法兰克福机场返回巴福州的女性 目前她正在居家隔离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更多国家出现变异新冠病毒 以及变异病毒感染病例的消息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非洲疾控中心24号表示 在尼日利亚又发现了一种新的变异新冠病毒 此前英国和南非分别宣布 发现了具有更强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约翰·肯格松24号说 在尼日利亚发现的这种变异病毒 与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不一样 但是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据了解 尼日利亚防疫官员已经公开了新变种的基因序列 美联社援引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报告 新变种的编号为P68EH 发现有两名病人的样本 分别于8月3号和10月9号采集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超过2亿 但是比非洲大多数国家的疫情要轻 近日来 尼日利亚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扩散 约翰·肯格松还表示 没有证据显示 疫情加速蔓延是变异病毒导致的 疾控机构正在对这种病毒进行更多的研究 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近期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 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具有保护性的中和抗体 至少能在人体内存留8个月 可以防止再次感染 新研究显示 免疫系统中被称为Gb细胞的特定细胞 会寄住病毒感染 如果再次接触病毒 它会通过快速产生保护性抗体 触发保护性免疫反应 在最新实验中 研究人员招募了25名新冠肺炎患者 并在这些人感染后第4天到感染后第242天 陆续从他们身上采集了36份血液样本 与其他只关注抗体反应的研究一样 研究人员发现 在感染20天后 对抗病毒的抗体开始下降 但所有病人都继续拥有Gb细胞 它能识别新冠病毒的两个重要成分 研究人员还发现 这些病毒特异性Gb细胞 在感染后8个月仍稳定存在 研究人员说 研究结果明确显示 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 确实保留了针对病毒和疾病的免疫力 并给人们通过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获得长期保护 带来了希望 阿根廷卫生部23号 批准了由俄罗斯研发的 卫星V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申请 预计共将购入1000万剂该款疫苗 阿根廷卫生部长 刚萨莱斯·加西亚 在其签署的一份决议中说 俄罗斯研发的卫星V新冠疫苗 被认为是安全和有效的 能够有效地降低阿根廷新冠病亡率 发病率和传播风险 这是阿根廷批准的第二款新冠疫苗 22号由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 在阿根廷获批紧急使用 但阿根廷政府没有公布 具体的采购方案和接种计划 据媒体报道 阿根廷已派专机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运载首批30万剂卫星V新冠疫苗 执行任务的专机 预计在24号反抵阿根廷 根据阿根廷政府此前公布的计划 首批30万剂疫苗 将被分配至阿根廷各个省份 下周起正式启动疫苗接种工作 优先为各省市的医疗卫生人员接种 俄罗斯预计共向阿根廷 供应1000万剂疫苗 大部分在明年1月至2月间接种 经过通宵达旦的文本修订 欧盟与英国谈判代表 24号终于就包括贸易在内的 一系列合作细节达成一致 为英国按照原计划 在2020年结束脱欧过渡期扫清障碍 当天下午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英国首相约翰逊 分别在位于比利时的欧盟总部 和唐宁街的首相府举行记者会 宣布协议达成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新闻公告 这份协议涵盖贸易投资竞争 渔业交通能源数据保护 社会安保等广泛的合作领域 根据协议 2021年开始 双方的商品贸易将继续享受零关税 零配额的待遇 这超过欧盟此前与加拿大日本达成的贸易协议 避免了大规模贸易成本增加 对于受疫情冲击的英欧经济而言 这无疑是利好消息 渔业问题上 欧盟渔民需在五年半内 将付英国海域博拉的产值减少四分之一 接下来 协议草案仍需得到双方议会批准 英国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 双方进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 并着手就未来关系展开谈判 原定于10月中旬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一言再言 虽然协议姗姗来迟 但是冯德兰表示 欧洲从此可以把英国托问题抛在身后 开始展望未来 读书的时候总觉得上课累 其实老师比学生更累 河北秦皇岛的陈老师偶然被拍下 在教室门口停顿的10秒钟 走进教室之前 陈老师特意停下脚步 调整状态 原本一脸疲惫 深呼吸 挺胸抬头 摆出露牙的笑脸 陈老师才大步走进教室 他说自己课比较多 确实会疲惫 但教室里是一群盼着自己上课的孩子 不能垂头丧气 监控老师把这段视频截出来 让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真实状态 他也挺意外 还是坚持努力把每节课讲好 优秀的老师站在讲台上 都是忘我的吧 年终碎尾的表演期 小朋友们特别忙 五位来自杭州的幼儿园宝宝 人生第一次登上舞台 他们表演的节目是舞蹈小鸭子 等等 也可能是立正小鸭子 或许是由于紧张 宝宝们上台之后一动不动 好像是在回忆动作 舞台伴奏唱得欢快 台下老师急得使劲挥动手臂 奈何小鸭子们宛如时间停止般地 静止在台上 但也正是因为这意外的一镜 成了整场最真实而精彩的节目 成都一个五岁女孩 自早自演了一场离家出走的大戏 还好只演了一幕就匆匆泄目了 当晚小女孩因为讲故事和爸爸闹别扭 离奇之下决定离家出走 女孩爸妈不希望女儿认为 离家出走这件事可以威胁到父母 也总没有刻意阻拦孩子 更没有惯着她的坏脾气 走就走嘛 小姑娘真的就抱着东西自己出门了 可是电梯门打开的瞬间 她害怕了 赶紧自己找个台阶下 乖乖回家了 斗智斗勇的成长日记不好写啊 即使上海的两只哈士奇火了 趁主人不在家 狗子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当他们听到主人回来的脚步声 立刻关掉电视 其中一只还叼来了拖把假装在拖地 另外一只则叼来了饭盘准备吃饭 主人看了监控才知道 狗子在家的悠闲生活 虽然像极了摆拍 但是能按照剧本早戏 这哈士奇也不简单呢 最近这个疫情防控的形势 又越来越严峻了 所以咱们出门啊 无论知道什么公共场合 一定得注意扫码 但是扫码对于年轻人来说很轻松 不过有的老年人啊 扫码就是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科技在进步 有时候就应该等一等老年人 对 那最近呢就有一个好消息传来了 比如我们就拿这个 老年人经常会遇到些问题 拨打客服的电话 没错就是移动啊 联通啊电信啊 拨打客服电话 总是要不同的按数字 才能够进入人工服务 太麻烦 有的老人就不会 没错 那最近的好消息就是 只要是65岁以上的老人 拨打这个客服电话的时候 直接进入人工服务 多好消息是吧 没错 方便了老年人 这个电信移动联通 走前一步 感谢他们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最后来一起听 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的歌曲 夜空中最亮的星 我是星剑 我是高一松 第一时间明天